新手爸妈迎接性生命同时也烦恼着如何为产夫坐月子 看准坐月子服务正夯 南途县幼儿托育职业工会 开设坐月子服务员培训班 使宝宝与妈妈均可以接受最完善的照护 不必担心没有足够经验与知识来照顾宝宝 他们可以做盗宰服务 也可以做送餐的部分 还有有的我们可以去请他们去做月子餐的设计经理 就是我如果个案进来我可以派工 就去找一些我们的月勺 除了教学员各种坐月子需要注意的知识和经济之外 也特别教大家脸部保养及头颈尖等的保健 希望让学员们学有所用 我在课程里面大概安排了两个大主题 一个的话就是脸部的一个保养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属于头颈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按摩 再来的话就是一个足部保健 就从保健的概念 因为在坐月子的话 产妇啊 事后啊 都要做一些修护的一个部分 那包括女月未及者容啊 怎么让自己能够更漂亮 所以在学业里面的话 就是学以自用 让她能够在就业的职场上面 能够运用在食物上面这样 课程内容从刚生完孩子后 产后妈妈身体的保养 让到新生儿健康照护与月子餐点 药膳料理食座等 相当受到学员的喜爱 大家学起来也特别认真特别快乐 很实用 我们目前几乎都有上课 像比如说新生儿照顾啦 还有中医的课程啦 还有现在像这种按摩的课程啦 这个手法啦 什么都用 对 这都是 其实都是很实用 不只是对产妇 其实自己也可以 对 自己也实用 对 现在这个是一个趋势 然后再来是我可以学很多 那个药膳的料理 然后我们还可以照顾那个新生儿 baby 可以学很多的那些 以前所不知道的知识 以后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增加自己的第二专场 因与民众的需求 到辅助月子的服务因而产生 拥有专业的技能和相关知识 越少服务正夯 让妈妈产后能够安心护理 也能够让中高龄妇女朋友 夺学一项记忆 协助他们二度就业 记者洪一轮 曹敦珍采访报道